2022集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小明的旅游储蓄计划这一集 它里面要做哪些效果? 一,就是要把小猪铺满图案拖满 然后去设定它的填满颜色是黑色文字一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我们一样开启这只小猪 然后把它向右下填满到哪里? 填满到这里就可以了 刚好右下角 接下来的话就是它的背景 背景部分的颜色 所以你按右键 或者你可以格式里面 它一样有一个背景 背景的选举效果 一样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背景 我们比较简单按右键 直接找到所谓的设定图片的格式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这背后的话 可以找到有一个填满效果里面的话 就可以找到它的实心填满的颜色 它要我们改成这个 黑色文字一 所以你可以从设定格式 你可以按右键去到图片格式里面找一下 然后把它设定一下 这样就OK了 第一个 第二的话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这个完成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再来把101这张框线改为5pt 第二张就是101 它的外框框线部分怎么做调整 一样格式里面各位可以找到所谓的框线 这是图片的框线 框线部分的话 里面如果你要找到它的宽度的话 它要5pt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它这个图片框线 5pt 5个pt 这边没有5pt 所以其他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宽度改为 本来是15 把它改成5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按一个 直接就设定完毕了 OK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接下来的话 在设定什么呢? 投影片3的样式 这里的话 第三张投影片里面 它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把这个表格 表格先做选取 选取完之后 设计的地方 它要把它改成中等 好像是这个吧 中等深浅 样式2的选项 这一个 把它稍微设定格式一下 因为题目里面有提到 包含就是说 它这个表格要做什么? 标题列 中等深浅样式2 然后分别把这一样式 分别完成 请各位先看一下题目 待会我们把这个后面完成 第三题要选这个表格 所以把表格选取来之后的话 设计里面 记得改成中等深浅 中等深浅样式2的选项 再来记得标题列把它打勾 标题列刚好在它的左上角 打勾上面就有标题列了 分别把什么呢? 把底下的这个数字部分 把它做什么呢? 做版面配置里面有个靠... 数字一般都靠右对齐 文字的话通常是靠左对齐 所以你在ecell里面如果看到文字的话 一定是靠左 数字靠右 OK 这三个 这上面的标题一定是自中 所以习惯性是这样 如果以后你做那个表格的时候 记得会有类似的规则 但是这个规则一般是 等一般是有点像是约定俗成的 再来的话把这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记得在上面选一二三 这三个栏位做什么? 做平均分配栏宽 让它一样宽的意思 OK 等一下 这样的话就玩...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680这个数字 它题目好像要我们做什么? 680这个部分 它要我们把它做第一个初几字 第二个字大小28 字变成红色 然后网底部分的话要玫瑰红 就是这个数字 242 22 然后219 OK 然后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动作完成 所以第一个把这几个字选起来 OK 然后你可以用常用里面的这个地方 初体字 然后字的话是红色 大小的话28 28在这里 OK 网底的话在哪里? 网底就是这个表格背后的颜色 所以记得切到设计里面 设计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 网底 有没有看到? 设计里面的网底 其实它主要是考你熟不熟的这些功能 网底点一下 然后找什么? 其他填满色彩 因为粉红色的话应该是这个 OK 它有给我们数字 分别是多少? 242 然后多少? 220 然后呢? 219 记起来吗? OK 好,按确定 是不是?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22 对,你看 OK 三个数字 所以有时候要很快把一些数字先记起来 然后把它输入 OK 这样的话底色就变玫瑰红了 有没有? 这是玫瑰红的颜色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三题 再来的话第四、第五题也蛮简单的 4000块 4000块在哪? 在这边 旅费 旅费4000能去哪里? 好像连机票都买不起 算了 不是重点 OK 大型 那有剩吧 OK 剩蛮多的 不过现在如果买机票应该可以剩 机票现在非常便宜 应该 只是 不过不要想那些 OK 那接下来的话 它要把这个颜色做什么? 把这个颜色做成反射的文字效果 然后透明度跟距离调一下 60跟2pt 那首先一样选 记得选这个框框 选框框实现 然后格式地方找一下文字的效果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反射 反射在这里 反射部分的话要选什么? 透明度 跟它几pt的框 所以反射的选项点一下 那把透明度改一下 改成60 然后距离的话它好像要2pt 所以2pt加一下 2pt有没有? 因为这几pt跟什么有关? 跟这个有关 跟它的反射的距离有关 2pt大概就这样 然后直接就完成了 这个蛮简单的 这样就完成了 6个月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你6个月就完成了 点一下6个月 下一个投影片 一样点框框一下 然后一样点文字效果的反射 反射选项 然后这边一样改60 这边一样改2pt的距离 这样就OK了 那第五就完成了 第五A B的话是除号外框 把它改无外框 除号在哪? 除号在这里 除号的部分怎么把它去除框框 其实有没有框线的话 你可以从外框 这边改成无框线就好了 不过如果你现在选它 你会发现它没办法去除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选的话 请记得 在这边可能要用一个功能 刚刚有用到过 常用里面的选取窗格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才能选得到哦 OK 所以如果你假如点不到它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什么? 选取窗格来选取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各位讲动画里面动画窗格之外 选取窗格也蛮重要 不过这都是隐藏版的重要功能 一般书里面都不会特别讲 可是问题 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选得到 所以记得选到除号 这个时候的话 然后我们再去去除窗格 基本上才有办法 所以选它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的什么? 把它的那个框线部分 所以你只要框线 你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地方在哪? 这个选,选到它 然后再来就选什么? 选它的框线 框线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点选之后的话 它这边格式会出来 那你或许你可以把设定的效果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什么? 外框这边有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外框把它改成无外框就好 如果上面如果没有功能的话 你还可以选 它右下角这边还有多余的功能 你可以从这边去找 外框找到无框线 无外框吗? 外框怎么还在? 更正一下 因为它不是文字 它看起来是文字 实际上它是一个图 所以如果这个不OK的话 请记得应该是什么? 图片图案外框吧 把它改无外框才对 所以你会发现 直觉我会认为 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字才对 可是你如果选了发现不OK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图 所以记得找到图案的外框 把它设定一下 这样子就完成 最后的话 把4000的动画 4000的动画 我们来拨一下 这动画 按一下 就是这个动画 把它复制到6个月 6个月有没有动画 你看它没有动画 所以怎么复制过来 其实有个功能 一一样选这个框框 二的话找到动画里面 有个叫做什么? 复制动画功能 也就是以后 如果假设你其他的页面 都要用一样的动画的话 那你可以把目前这个动画 把它复制到这个6个月 它就会有一样的动画 就不用一直重做了 所以选它空框的地方 找到复制动画之后的话 在6个月的地方点一下 OK 好 那你这个时候播放 应该就会有一样的动画 一模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一题应该就算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题目没看清 应该是这个 图案外框 OK 好 那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今天的话基本上 就是讲两题 不过有一题 一一零这一题 尤其是动画部分 难度破表 然后所以 请各位事情在 第一个先了解一下动画的 设定的一个流程很重要 尤其是与前动画同时跟按一下 其实完全不一样 效果如果你没设定好的话 只要差一个步骤就做出来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动画部分一定要熟悉 那二零二题会比较简单 所以今天基本上 我们有一零 跟一个变化题 还有二零二 所以总共的话有三到三个题目 那 请各位一样做完之后 我 待会会在Polo上面开作业区 请各位还是一样把完成的结果 传到Polo上面